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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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節目 周恩來是不少中國人心中的一代偉人 被稱為人民的總理 最得民心的中共黨員 但是這些高大的排放後面 究竟站著一個怎樣的人 大家是否知道 他是中共特務組織的最早領導人 是否知道他殺起人來毫不手軟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回顧周恩來的一段往事 來了解更真實的他 故事的開始 先跟大家介紹另一個關鍵人物 顧順章 他是上海寶山無松人 1924年加入中共 1926年被派到蘇聯 學習如何做政治保衛工作 1927年回國後 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1927年5月25日 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 緊接著 軍事部成立特務工作處 也叫特務科 顧順章任科長 同年10月9日 特務工作處被改組為中央特別行動科 簡稱中央特科 11月 中央特科在上海正式成立 由周恩來直接負責指揮 下設四個科 一科為總務科 二科為情報科 三科為行動科 四科為電訊科 顧順章兼任三科科長 四年後 1931年4月25日 顧順章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 調查科駐武漢特派員 蔡孟堅抓捕 她決定向國民政府投誠 但表示要見到蔣介石本人 才會供出中共高層的名單和住址 事發當晚 蔡孟堅連發六封密電 給她在南京的上司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 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增 報告這些情況 結果 在南京接收密電的 竟是打入國民黨內部的中共特務 徐恩增的機要秘書 錢壯飛 錢壯飛搶在顧順章到達南京前 給在上海的周恩來通風報信 隨後自己也逃離了南京 周恩來得到報告後 以最快的速度 組織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江蘇省委 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重要機關 和重要人員轉移 凡是與顧順章有關的聯繫 全部切斷 1931年6月10日 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 給共產國際寫報告說 我們在南京秘密工作的人 此人是指錢壯飛 向莫斯克師報告 這個莫斯克師是指周恩來 在4月25日 有一名共產黨員在漢口被捕 玄京正名是中共政治局委員 並負責特務工作 他願意見蔣介石及南京特務工作者 並告訴一切 並預備為南京政府工作 報告還說 起初我們不大相信 此人有反叛之可能 其後 又以為 顧某似乎不致 立刻全盤拖出 所以整個星期 是在商談與謠言之中 而不能決定此事之確否 此種反叛極為可律 因顧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共領導之住所 而且還知道克蘭默及波托歇夫斯基之住宅 幾天以內 我們以為警察會到這些地方來 同時做著必要的防備 直到現在還未見警察巡捕來到 由此可見 顧順章在被抓近兩個月後 在上海的中共高官和共產國際的官員 還是安然無恙的 當時顧順章的妻子 胸嫂 岳父母 姨妹等人 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機關工作 負責做飯 看門和採買 周恩來在轉移上海的重要人員後 擔心顧家人洩密 於是親自組織中央特科醫科的科長 洪陽生等人 對在顧家的人實施暗殺行動 據中共黨媒文史參考 2010年22期收錄的內容 因為在室內這些人不敢開槍 用刀又不好處理血跡 所以採取了用繩子勒死的方法 行凶後他們又難以將屍體運出室外 只好在院子內挖深坑掩埋 還在表面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最終被殘忍殺害的共有11人 分別是顧順章的妻子張信華 岳母張露氏 岳父張阿桃 胸嫂顧為真 吳少蘭 小姨子張愛寶 顧順章妻子的表妹葉小妹 嫂子的弟弟吳克昌和弟媳 一個男佣 以及在顧家打麻將的客人 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 撕裂的弟弟 斯利 顧順章三歲的女兒顧立群 兩歲的侄兒顧義群 幸免於難 顧順章還有一個小舅子張長庚 因在松江中學著讀 不在家也幸免於難 1931年11月29日 顧順章在上海申報發表 懸賞激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示 啟示稱 順章於民國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動 誤入共產歧途 數年來參與機密 鑒於該黨倒行逆施 黑幕重重 與本人參加革命之初衷大相違背 不忍糜爛國家禍害民眾 乃於本年四月間自動脫離共黨 向黨國當局毀過自新 共黨首要周恩來、趙榮等僅親似毒手 將於全家骨肉及遠近親友等十餘人 悉刑殘殺 四次殘酷受刑滅絕人道 實為空前含有之慘案 噩耗傳來痛不欲生 現已承蒙國民政府懸賞兩萬元 嚴機該犯等依法究辦外 順章特另行懸賞激究 以為冤魂 有人能將該犯周恩來、趙榮等捕獲解案 順章當賞揚三千元 或通風報信因而捕獲者賞兩千元 顧順章為什麼當時就認定 周恩來是殺人凶手呢? 據鳳凰衛視對顧順章遺孫張永晴 女兒顧立群的專訪 原來顧被捕後 一直非常擔心家人的安全 後來她見到小舅子張長庚 讓張長庚到街頭找認識的共產黨人 向他們打聽情況 張長庚在街頭轉了幾個月 終於碰到中央特科的王世德 於是抓住她問家人的下落 當時上海巡捕房也在暗中跟著張長庚 他們藉機抓住了王世德 而這個王世德正是參與殺害顧家人的凶手之一 她很快交代了行凶的情況 根據王的供詞 1931年11月23日 上海巡捕房協同上海首席檢察官陳滿三 檢察官丁士奎 法醫、魏立公、江璇等一行人 到姚主教路33號、37號殺人埋屍現場 進行開挖 先後挖出11具屍體 經申報、時報、民國日報、自鄰西報等中英文報紙 詳細報道 這起殺人埋屍案在當時轟動上海灘震驚海內外 第二年1月11日 王世德也在申報發表脫離共黨緊要聲明 其中寫道 比人於民國16年加入共黨 近兩年來 充任該黨中央特務工作 因鑑於該黨之道行逆施 遺害社會 而負慘無人道、自相殘殺 難以前月向國民黨毀過自新 從此脫離共黨僅此聲明 再者 上月轟動一時之上海絕尸案 其告密之人名李隆章者 實及彼人之化名 因該慘案 卻為共黨首要周恩來、趙蓉等所為 而彼人 亦為當時參加殺埋之一份子 自向黨國當局毀過自新後 即將該黨此宗殺人藏屍滅跡 之秘密殘酷行為 悉刑指出 故由此次駭人聽聞之絕尸案發現 特此附帶聲明 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瞭 共黨之罪惡 我們再來說 顧順章家中11人被滅口 他到底供出了什麼中共情報 據他幸存的女兒顧立群回憶 1983年 中共特科第四科科長李強 到上海國際飯店 約見了他本人 和顧順章的第二任妻子張永晴 李強當面向顧立群澄清 顧順章唯一供出的 是關在南京監獄裡的運帶音 美國華人學者馮盛平經考證認為 顧順章被抓捕後 並沒有馬上出賣自己知道的 全部中共機密 唯一一個直接經他指認 而被殺的中共要員是運帶音 顧順章下決心與中共為敵 是在周恩來指揮殺害顧家11人之後 而不是之前 這個說法與李強的說法是一致的 建黨100年來 中共內鬥不斷 當年顧順章在中央特科內領導的行動隊 又稱打狗隊 是專門抓叛徒殺叛徒的 據說顧順章殺人也是心狠手辣 但是當他被認定為是叛徒後 他的老上級周恩來 不僅將他一家九口殺害 連家中的傭人 來串門打麻將的朋友都沒放過 有人說中共內鬥比外鬥更狠 或許中共最終將在這種你死我活的內鬥中走向解體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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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